中复打击犯罪中心跟菲律宾警方合作 跨国的去逮诈骗集团 他们的成员是住在百坪别墅 然后开名车 现场搜出了一千多万元的现金 逮捕到了四十几位的台湾嫌犯 这是诈骗集团成员位在菲律宾的住所 占地百坪的别墅 前面是大片的草地广场 两层楼高的落地窗 展现气派外观华丽 一楼办公空间 用隔音板隔成蜂窝一样 方便打电话诈骗 二楼三楼则是上下铺的房间 为了躲避茶器 到菲律宾设置机房 诈骗手法推陈初心 不止洋装电信公司 还推销纳谷塔 我同胞您好 本公司即将推出棺材 领谷塔 买大送小大放送 风水好 地理家如有不爽 按酒转接专人服务 架设钓鱼网站 窃取各资 透过电话诈骗 受害人无数 一共逮到43位台湾人 有男有女 其中7人是通气犯 他们身上还随身 携带平安符 写着如果有状况 稍符跨过去 就能化解厄运 一共搜出1279万元的现金 诈骗集团以优渥的薪水 强调住豪宅提供名车 吸引成员跨海诈骗 通通遭到压解回台 记住综合报道